中共召开两会期间 特首梁振英引用主管港澳事务的张德江 在回应香港望角冲突时措辞强硬 为总理李克强却采取温和态度 张德江的副手对事件定性与张德江也罕见不同调 有时事评论员分析 或暗示张德江权力在被架空 私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成强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 凸显梁振英有一桩枪作事 扩大矛盾 两会期间 各界关注中央对香港望角大年初一发生冲突的取态 3月6日 特首梁振英会见中共人大常委委员长张德江后向传媒引述 张对年初一的望角冲突事件感到惊讶和痛心 并发出这些暴徒的行为令香港的法治形象受损 语气较为沉重 梁振英引述张德言论被广泛报道 3月16日两会结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的记招上也被问及事件 语气则颇为温和 不但媒体骚乱 暴徒自言 更无严厉的措辞 还表示要是在有人问你香港怎么了 我建议你回答香港会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他强调中央政府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没有变 也不会改变 李克强的论调则与梁振英竖张德言论不同调 当日与梁振英同场与张德江会面的港区人大代表陈勇的言论 却跟梁振英不同调 陈勇表示 并未听到梁振英引述的字眼 包括惊讶和痛心等等 如此说来 梁振英引述张德江言论与人大代表所讲有出入 令人费解 另外 就在张德江会见梁振英的同日 港媒苹果日报报道 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回应对望角事件使用骚乱一词 也没引用梁振英将事件定性为暴乱的词句 仅称因依法依规处理 显示张德江与其副首理建国定性也罕见不同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表示 江派常委张德江是江泽民集团最高利益代言人 其主政下的中共人大不断履习近平阵营对抗 李克强和李建国的表态 实际上是否定了张德江对望角事件的定性 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成强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 梁振英的个人风格一直都喜欢挑起矛盾 广东话较辽交大 制造事端 装强做事 有意击快矛盾 将矛盾扩大 他认为 从李克强的言论来看 不见得事情是如此严重 他认为 李克强愿意出面淡化事情是明智之举 最起码可缓和眼前尖锐的矛盾 但暂时看不清 中央是否对港 会采用怀柔政策 最近 香港各界都在吹下界特首选举 或梁振英是否连任风 李克强被传媒追问 是否支持梁振英连任军没有回答 程强表示 绝不支持梁振英连任 他若连任 将是香港的灾难 说明那会尽于震里面之前 平凡 帮助 他 领